狄奇雍一级豪宅 前率军 昔日名模前率军但出一级之后行踪成迷,上个月15日他站开养生饮品活动,受访时宣称有交往两年半的上班族男友,但据本刊直击, 他出入以千万元高级跑车逮捕,入住的是一员级豪宅,更惊人的是从没传过婚讯,却到贵族幼稚园接送小孩,奢华母爱行径曝光,跟多年来他的种种八卦不谋而合。 比如小男孩的康乔幼稚园学费,加一加杂费,餐费,还有其他材料费,制服费及财艺课费等,一学期要价就高达15万元上下,是全台知名的贵族幼稚园。 康乔的新妈包括桃子,贾勇杰及玉芳,要不是捞心有数就是嫁入豪门,前率军竟也跟他们同进同出。 3月22日16点06分,一辆车牌连号的高级休旅车让前率军及小男孩逮捕,前率军对于自己的私事近年来都异常低调。 3月22日16点30分,前率军抱住较小的那名毛毛小孩上车,感觉他的母爱没有偏心。 3月22日16点31分,前率军抱住毛毛小孩上车之后,一行人回到他的大职豪宅。 3月22日16点06分,一辆车牌连号的高级休旅车让前率军及小男孩逮捕,前率军对于自己的私事近年来都异常低调。 3月22日16点31分,前率军就从饶河街到了位于大职的豪宅,可见他的车速之快。 据本刊调查,他回到的豪宅,根据去年媒体报道,该处政商名流云集,是名列中山区排名第二的豪宅,除了有比二等亲交易,总价落在1560万元之外,其他则要价不菲,成交价格从1.6亿元到3.2亿元不等。 3月22日16点31分,一辆车牌连号,是名车,车牌加上豪宅,根本是大户人家作为。 明明他在演艺圈除了马迹乘车司机被起诉之外,并无代表作品可言,居然过注如此上流生活,实在让人羡慕。